我们第一个细点还是要带这个时候 就是打了针他们说也要带 原来带这个很有功效 现在已经开始传世界 感染的人数低了好多 我们求生年明 叫我们赶快度过这个难关 今天我要讲的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命运这两个事 我传到几十年来 看见很多成功的信耶稣人 也看见更多信跟不信 他们的行为没有分别 来到美国看见这几十年 看见最多的是外国人的基督教会 他们的儿女 不上教会 不跟他们一起去教会 还有甚至去中派教会 其实我早就讲了好久了 我发现这本东西是150年前 哈佛神学院的教授 我今天早上跟我太太在探析说 他们英文的世界 也150年前已经有人发现这个真理 但今天等到我陈优汉 中国来的没有人知道的小人物 来发现 来发现 来传讲 甚至上帝的死意 也是各位的福气 我在说 我们的儿女 是下一代 如果他们是我们的下一代 但是他们现在是信耶稣人 没有按照圣经 有时候参加机会 有时候不参加机会 就好像有人生病 有时候不吃药 有时候吃药 那个迟早要死的 就是他们选择的命运 我的死不是肉体的死 是永生的死 是魂的死 好像他们好多好多 当然我们没有资格讲这话 因为在英文世界里面 美国这里 基督的教会 最少已经有两百人的历史 在我这个时代 他们的命运是这样 他们的人数没有增加 是在减少 甚至他们的子女 长大堕落 请愿去参加中派教会 他们不敢 照着这一本 一百五十年前写出来的 中派是神经病 思想颠倒 神经病 思想颠倒 因为头脑有病 思想颠倒 犯了罪 定了自己的罪 这本写出来的 一百五十年前已经知道了 但是在我这一辈子 没有听见一个外国传道人 胆敢讲这些经文 不敢直接了当 告诉他的子女 在长大的过程当中 若你不信耶稣 你的命运已经定了 等着下地狱 如果他们胆敢去 宗派的教会 你可能要在地狱的地下室 因为我只有一层 佛教可以讲 抱着他飞的 我就怕他等一下弄生意出来 他们佛教有十八层 一层一层地打下去 你来到基督的教会 是你最后的智慧 没有错 耶稣应许 我给你们永生 记不记得我最近讲的 约翰十章 二十七二十八节 我的羊听我的话 不是听我的声音 是听我的话 是一套规矩 照着遵循地上的生活 OK 我的羊听我的话 我要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没有人能够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不错 没有人能够从把 耶稣手里得救的人夺去 少人恩待我 在我传道的地方 凡是用人给我知道的 我还没有失败过一次 这个经文实现在我身上 特别是以前在香港的时候 刚刚来 四十五年来到这里的时候 有一次十九个牧师围着我 我说你们一个个来 你们讲两分钟 我要讲两分钟 你要问我问题 我必须要回答 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 信耶稣是公平正义 No.1 不是慈爱 这是命运 少人恩待我 一辈子 没有失败过一次 少人恩待 因为他们要假装 他们也是造圣经 举起圣经 被撒谎 我问他们 你们教我的名字 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立刻就没有了 但是传世界 就是喜欢被撒谎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书弟兄 曾经有福气 今天来了 亲口听见 现在我不单是有中文 我还有英文 少人恩待我 来到美国 就学这个 大家都有这个 你一生出来 就有个环境 不管是什么环境 如果生出来 就有个环境 OK 没有人可以逃避 也没有人说没有 每一个人 生下来 就已经有个环境 还有机会 只会飞过去 飞过去 一辈子好多好多机会 第三个就是工作 工作是每一个人 都有份要做的 然后就成为命运 全世界都世界 环境已经存在 机会会来临 你要抓住 还是放弃 很简单 这些东西很简单 还有少人恩待我 我下个礼拜 讲的已经出来了 全世界有一帮人 也在骗人 不单是那些 举着圣经的人 骗人 心理学家 也在骗人 所以我下一篇是在 焦虑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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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都有几遍 我先告诉你 anxiety 不是精神病 anxiety是有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的一种情绪 不需要担心的 anxiety跟 worry 有一点不相同 所以要想搞清楚 anxiety 我们信耶稣人 一两天不需要找人的 读圣经就行了 读圣经立刻就飞去了 所以这是非常要紧一个知识 我们必须要知道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 焦虑为什么会发生 因为你害怕 明天后天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 你没有办法解决 明白了 所以你就焦虑 因为你怕 突然间怕 明天有什么事可能搞不定 后天什么事可能搞不定 这些情绪问题 感情问题 后天的事不一定跟你想的异样 有时候我们自己有这个经验 后来发生的事 哇原来是这么好的 根本没有坏是好的 所以你这个焦虑是浪费了 你是多余的 所以我第一句的时候 你不要听了精神 神经病 医病的那些叫做心理学家 如果他们是免费 不要钱的 没有问题 如果要钱的 那一定是配人的 你去读一阵圣经就行了 OK 有好多阵圣经 一阵就够了 OK 我给你一阵 罗马书8章28节 罗马书8章28节 我要发现 他们NIV 新果记本 翻译措 掉过来 OK 是神叫所有的事 一起工作 这些工作做什么 叫我们信耶稣爱神的人 基督教会的人得益助 那么将来发生 一定是对我们好的 你就不要焦虑了 非常简单的问题 你就不焦虑了 明天发生什么事 圣灵make sure 一定是叫我好的 那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那个焦虑是多余的 上了N代路 我今天活了81 我还觉得很年轻 所以不要担心 我今天早上起来 还觉得很精神 上了N代路 OK 要记得 缓解 机会 你要抓住 还是放弃 这一次 就是在这里 罗马书八章 二十八节 神死万物 中文翻译的对了 这是中文翻译的对了 神叫万物 所有的物 他英文是all all 所有的事情 things all things work 但是如果你 看NIP 它是God works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God works 他们叫神亲自工作 但是圣经里面 我查原文是 神叫 你做 明白吗 不是我做 我不叫亲自做 是你做 明白吗 这些事情一起来做 做什么 做那些叫爱神的人得益助 爱神的人也翻译不准 按神的目的 呼召出来的人 神呼召我 每一个人在这里 有个目的的 神呼召 好像神呼召 我有这个目的 叫我这样传道 我太太常常告诉我 你讲话 能不能 斯文一点 我说 那你要问上帝 上帝把我搞成这样的 没有办法 这是我的命运 也是 我的环境造出来的 神叫万物 所有的事情 互相效力 一起工作 叫我们这些 爱神的人得益助 就是按神定的目的 所招的人 准确了 这个翻译 你必小心看着 清楚了 因为我们中英文 没有翻译得很准确 神招呼召我们 每一个人 好像王帝 就完前面坐在那里 OK 好像 我这样做 上帝有个目的的 呼召我们 今天在这个时候 这样的敬拜神 而且 遭遇这个环境 也是要叫我们 得一处的 你要这样相信 你就开了好多了 病少了很多了 照我能理解的 正如电脑 有操作系统 这个电脑操作系统 如果我们 叫做电脑操作系统 有很多时候 我这个人 就要搞一些 不招又怎么样 你不招又搞乱了 我现在我不敢了 又搞乱几次 甚至 所以 有几次 那个我们 幸好上个恩代我们 有个汤米 他们一扣 我搞坏了 他们电脑里面的操作 打开我 纠正 果然是 整个把它弄掉 然后再输进去 OK 我也是这种人 但是 所以我发现 圣经的 神的操作系统 你不能够搞的 你一搞了 你就搞坏了 我在美国 五十多年 亲眼看见 勤力工作的人 都变成有钱人 或者他们的钱 多了好多 正如人 残缩 环境一样 机会都有 好像我在这里 我们就在这里 1980年 到现在 41年了 很多人经过这里 我有很多 很多的机会 可以得到 更多更多的钱 甚至有人 给我一千万 我不要 OK 这种人 常说 完全一样 机会都有 不同的是什么东西 你要不要把握这个机会 你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 好像我上个礼拜天 整个礼拜天 早上 7号那一天 我有7号那一天 如果你去 再去看 我发现 有五十多个人看 你发现 我早上 说 Tom Brady 会拿到第七个冠军杯 晚上他就得到了 是靠我给他一元的 开玩笑 OK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秘诀 New England 你为什么离开这里 打了二十年 拿了六个杯 为什么离开 他说 因为我43岁 他们说 我太老了 他们说 用新的人 年轻新的人 说我太老了 小心 但是 我觉得 我还是一个 十多 十几岁的年轻人 I feel I am a teenager teenager 什么 没有过二十岁 就是teen 13 14 16 16 17 19 I feel 我感觉 我是一个 teenager 他们受我太老 所以我来 我来Temper Bay Temper Bay Temper Bay这里 为什么来Temper Bay 因为我发现 这一帮球员 这一帮 打球的人 他们相信我 能够带领 他们 拿冠军 非常好 为什么我来Temper Bay 因为他们 这一帮人 Trust me 相信我 能够带领 他们 打冠军 上个恩戴 恩戴 43岁 人家30岁 已经要退休 OK 总而言之 心态问题 机会来了 你要不要把握住 有把握住 没有把握住 或者你把握什么 抓着什么 这就是你 将来的命运 人所有的人 都有所在的环境 跟随耶稣的机会 也是这样 还有 你要怎么样跟随 有些人 看起来 好像是跟随就行 平常生活 特别是 人看不见的生活 他们是怎么样的 每一位 要自己决定 要抓住 或者让他过去 这里 我想了一个翻译 God Forbit 但愿不会发生的意思 但愿不会发生 若这是你最后的一个机会 你没有抓住 信耶稣的机会 特别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按照圣经原本真理 信耶稣 若是你没有抓住 你让他过去 你的命运就定了 我讲了好久 离开基督教会 我这几十年来 没有看见一个能够回来 他们可能不好意思或者什么 我不管 总而言之 他不能回来 所以他的命运是什么 等着下地狱 这是现实问题 这是普通常识 我还想明白吗 明白吗 你离开基督教会 就等着下地狱 你没有其他地方去 因为这是神所定的命运 你要到至圣所 朝见神的地方 你必须经过基督的教会 这是我最新发现的 我讲过几次了 不该是去年才有 才发现的 希伯来书十章 十九到二十节 希伯来书十章 十九到二十节 靠着耶稣的血 是神所开的 心又里面 又心又活的道路 通到至圣所 朝见神的地方 通到至圣所 朝见神的地方 是基督的教会 唯一的道路 所以如果你离开基督教会 你的命运已经定了 不需要再查 就等着下地狱 有时候我讲的好听很多 你就想尽办法 好像秦始皇是吧 生不老药吧 你要想尽快找到那个药 一直永远活在地上 就行了解决 是不是好听很多 里面是不是好听很多 如果你不信耶稣 或者是你要离开基督教会 你就要想尽办法 找到那个长生不老的药 永远活在地上就行了 不会下地狱 担保你不下地狱 我担保我 你永远长久 活在地上 担保你不下地狱 但是 你万一 离开了 你的命运已经定了 这是圣经里面的真理 使用保罗这样说法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我数长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传天下识道 我几十年传详这一句话 我为什么愿意在基督的教会里传道 因为基督的教会里面坚持你 必须依照圣经 而且依照原文本来的意思 在这一方面 我常常不了解 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们没有照着原文 原本写的那个意思 原本写的那个意思 就是最近这一次 那 Amy Coney Barrett 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她的名字 Amy Coney Barrett 她就常常坚持 我不管是谁 我要照着原本写的那个意思 这才算是大法官 我几十年 五十多年在美国 只听到这个大法官 胆敢这样说 所以我记得她印象很深 传天下听清楚 你要传到 你赶快去 一百就买得到的 研究这本东西 一百五十年前 已经研究出来 而且印出来的 你一百就可以买到了 也不贵 你就可以发现 原本这一戒 是什么意思 在这一方面 这一句话来说 我相信在我们这里的 听众里面 最能理解是杨孝顺 因为他这一线 特别是我中文 一个字 在这一行里面 是什么意思 你搞错你就麻烦 这是来研究 圣经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坚持在基督教里面 我坚持在基督教里面 而且名正言顺 而且以福所书三章十到十一节 神允许基督教里面工作人员 能够理解圣经 所以如果你不在基督教里面 第一 你没有机会 正确理解圣经 你就没有希望了 已经 很多方面 你没有希望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常常有人要搞 他的他的他的 博士博士博士 他们的书 我说他们在哪里 叫他们来 死掉了 那我说 你就死无对证咯 那你就说 你要听活人的 听死人咯 OK 上来恩怠我 我二十几岁出来 传道就会讲这个话了 我一辈子就是 上帝造我成这样的人 OK 直就了当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他们能够写出来 我也能够写 写得比他们更好 我保证比他们更好 你知道了什么意思吗 非常简单 人是不完全的 他写的东西 一定有不完全的地方 我改一改就好了一点 理解吗 这是现实的问题 悠悠你都明白 你一定明白 他们写出来的东西 你研究了后 我一定找到一些 不跟我们传的 你改一点就好了 没有人能够变得 也不是我自己教导的 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那小学听着 今天我搞的是什么 公开 没有秘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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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查到的 我凭什么 凭上天恩代我 找到这一本 是那个教授给我的 50多年钱 我的教大学教授给我的 我指着信实的神说 我向里面所传的道 没有是而非 都是正确的 因为我和希拉 提摩太在里面中间 所传神 儿子耶稣基督 总没有是而又非 在他只有一事 什么意思 我们这一帮人 提摩太 希拉 保罗 我们这一帮人 传的道 是神的道 不是人的道 也不是目铃两口 也不是有时候是有时候不对 永远是对 永远是正确 而且永远不需要改 这个意思 主弟兄 请请我们 记得 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特点 神应许 不论有多少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其实他 他英文也不是这样 他说 神的所有的应许 在耶稣基督里面 都是准确的 阿满的意思 我们这样做 就是因为我们要 荣耀神的 荣耀神 原本做的 都是因为 神的工作 在我们当中 现在是我们 大家一起要好好地做 为此我也 不足地感谢神 因你们所听见 我们所传 神的道 这是神的道 圣经的真理 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不以为是人的道 乃以为是神的道 这道实在是神的道 下面一句最要求 你天塌下来这么好 没有这一句 完全浪费 运行在你 信的人心中 这一句最要求 运行 我常常这样比喻 在杨孝顺的家里 杨孝顺煮 犯罪办 不是 那以后有机会 要试试他煮的东西 OK 我意思是说 妈妈煮了 父祖带来煮了 先生煮了 摆在那里 非常好吃 你就是不吃 死的要死的 传天下有没有人 要变这个 如果有东西不吃 有水不厚 看你活几个月 有一天必定要死的 神的道 都是真实的 而且永远是真实的 我们保罗 提摩太 希拉 我们这一班人 传的道 是神的道 永远是真实 一定会实现 就是运行在你们 信的人心中 这是最要求 那时候不容易 那神的道 运行在你心中 是什么意思 照着做出来 照着做出来 要被抓去 杀了砍头的 那个时候 杀了恩太国 我读这么多的中文书 在香港里面 读这么多中文书 只学到一句 众人皆罪 我独行 我会做得到 他们都信 我不信 他们就有张话 我不讲 他们不守时间 我一定守时间 做得到 OK 做得到 神的道运行在你心中 你想起来 好像我刚才讲到教育 耶稣说 你不要担心明天的事 明天有明天的担忧 你不要担心明天的事 你就照着行 这是明天的事 明天才搞 今天功课 今天做 明天还有什么 新功课 从小就要被 教什么律 杀了恩太国 有时候有些人 说他教育 是接口的 他自己装的 所以你要小心 OK 这道实在是神的道 并且 并且你要认神的道 让神的道 我会讲得很真实 而且会你自己对证 好像Peter 他会来再查证 是不是这样 OK 照一照 显大一点 我太人就不愿意看这本 因为那字太小 他看起来会头晕 杀了恩太国 我看得很清楚 不过有时候 我还拿着 放大信在我身边 恐怕有些 是小的我都看不见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要小心 彼此勉励 好好的 好好的信耶稣 就有机会 传神口中所说的话 教会名字的座右铭 这是讲到我为什么选择在基督教里面 因为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座右铭 就是常将要说的 常将要记得 在基督教里传道 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 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 传道要传讲神孔中说的话 记在圣经里面 原本的真理 不久前我们去餐馆 再讲一次 因为这是很好 现实的 现实的榜样 例子 我开车去停车场吃饭 在餐馆吃饭 这个男士停车 就来叫我陈先生 他认识我 我就很奇怪 看着他 三年二代我 四十年以后 我还认识他 四十年以后 他是个小孩子 不过也不是很小的 OK 可能有七八岁 或者十岁 那个样子的 OK 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所以他现在是五十多岁的 四十年前 他母亲带他 他与哥哥还有妹妹 我都记得 他们样子 我还有一点意见 我看他 看他的样子 没有变得很多 还记得 来教会 我还记得 他父亲在马赫坦 高等中餐馆做祠师 我还说 你爸爸做祠师 要等到他退休 才可以信耶稣 你明白为什么吗 因为祠师 是礼拜六 礼拜天 礼拜天最忙的 你这个 现在餐馆很惨 很惨 他说 你叫餐馆 礼拜天不开门 三分之一就没有了 OK 所以他们要等到 退休以后 才有机会信耶稣 因为我们礼拜天 必须要敬拜神 四十多年前 我已经对他们讲得清楚 不过呢 好多年以后 我突然先醒悟 我错了 美佳廷高等中餐馆 礼拜天不开店的 礼拜六也关门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高等 是有里面的人出来吃的 礼拜天让我上班 看美佳廷有时 你应该找到一个 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五万块钱 一年 我还没有说话 他继续说 他自己觉得 好羞愧 我以为他是以这样 我不知道我没有调查 因为我没有勤力读书 他亲口说出来 因为我没有勤力读书 他记得 他一定是记得 上千的 大乌人 三千以上的小孩子 在我们教会办的中文学校 我们都有教他们 训练他们 都要勤力读书 我们中文学校 最多的时候 三百八十个小孩子 一个学集 三百八十个小孩子 而且这些读到六年级 毕业出去的 必须经过我那一班圣经班 每一个都知道 我教导他们 必须好好的读书 勤力的读书 不要好像那些其他的小孩子 一放学 把书包丢掉去玩 一放学 喝一杯奶 在家里做功课 然后才去玩 因为没有智慧 长大了气概 要可怜他们吗 我不再说了 我都教他们 要勤力读书 所以他看见我 第一句话就出来 自己说的 我今天在这里停车 因为我小的时候 没有听你的话 没有勤力读书 我们自己有三个很小的孩子 OK 我最小的孩子 还抱在手中 很小的孩子 他们有很好的榜样 上千小孩子 有同样的环境 同样的教导 还有同一班老师 还有同一班老师 上来恩戴我 小学好好待他 真的不要去人家停车 我又要停 停巴巴的车 上千小孩子 同样的环境 同样的教导 同样的老师 他选择了不信耶稣 不勤力读书 听清楚 他小的时候 听见了 有这个环境 他选择不勤力读书 也选择不 留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他自己说的 所以他现在五十多岁 只能帮人停车 那 我太太才能提醒我 不要小看 停车也是个好事 但是我这里要讲 我不止名字 有人坐在office里面 十几万块钱一年 二十几万 三十万 五十万 七十五万一年 你停车 没有问题 也是一个命运 我不说他好 也不好 也是一个命运 这就是命运 命运 这就是命运 也不是不好 比去讨犯好像好一点 OK 或者是偷东西好了很多 OK 我不是说他不好 我没有说他不好 我也没有轻看他 我根本没有说话 我是很惊奇 看着他一种 我记得了 你爸爸妈妈好吗 你姑姑怎么样了 你妹妹怎么样了 这个继续下去了 你满足的心 千非跟随耶稣 然而敬虔 加上支出的心 便是大力 现在停车 OK 是我的命运 那你就好好地做了 但是对他来说 我没有这个机会 我通常都有告诉他们 那你要好好地活 OK 好好地活 然后呢 敬虔资助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世界上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医有刺 就当支出 各位记得 从小叫他 他一定一辈子不会焦虑 No anxiety Can hit him 特别在美国 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现在迷惑 落在网络 许多无私有害的私欲里 曾在败坏灭亡中 这我不解释了 你们自己看 爱才是外恶的根源 现在我把它搞清楚了 Source 好像泉源 水泉 那里水的 爆爆爆这样出来 流出来 OK 这个爱才是真的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不能翻译的 我是在王弟兄这个 学到的 我们中国人有 君子爱才 此之有道 所以中国人不能翻译出来 所以他们才在前面 有一个贪置在前面 但是圣经有人没有了 他们英文也没有 有人爱才就被引迫 离开真道 为什么爱才不能更加爱神的道 哪去救济人 我爱这个才 哪来救济人 这个好像讲不通 他爱才就不原则 现在做就是因为他不爱才 但有时候我可以说 我们把他反过来 行不行 我爱这些才 为什么 因为我要去帮助这些从苦的人 有灾难的人 所以我必须要爱这些才 哪去去帮助人 但你这苏神的人 要逃避这些事 追求什么 再一次 大家一起提醒 公义 敬虔 信心 爱心 忍耐温柔 温柔是斯文的意思在这里 OK 就行事为人要斯文 记得爱心在匹牌什么地方 第四位 爱心在公义 敬虔 信心 后面 传世界听清楚 你们传道不是应该有爱心吗 对 对 非常对 第四位 先讲公义 先讲敬虔 这个信心其实翻译不好 诚信 讲的话有信用 信耶稣人讲话应该有信用 讲一九一二九二 先讲公义 先讲前进 先讲诚信 然后 再讲爱心 圣经这样排的 不是我牌 所以你们要自卑 自体谦卑 服在神的大能手下 到有时候 神必叫你升高 这个翻译错 也不好 中语也 英文也不行 我把它翻译出来了 这里 我照这里抄出来了 我发现了 to raise the souls by the blessing of salvation 你要忍耐 谦卑在神面前 好好跟着耶稣 听他的道 遵循他的道 收到了 你的魂 必定 享受 救温 神保证 你的魂 享受 救温 是这个翻译 身高 谁稀罕呢 大佬天堂还等身高 OK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写给神 清楚 所以我上个礼拜 是连续这里了 anxiety 这个字 anxiety 是连续这个 anxiety 结论了 跟随耶稣 让神的道 运行在你心中 时候到了 我这里翻译出来了 神必 叫你的魂 享受 救温的福气 所以 弟兄姐妹 大家听清楚 我在内 我们一起 谦卑的 服在神的 大能带领下面 神就保证 我们的魂 必定 享受 救温的福气 理解吗 这才有意思 上帝恩待我们 这就有发现了 时间到了 请记得我们祷告 天父感谢到你 赐给你们这样好的心性 从圣经里发现 但愿更出名的人 更多人喜欢听的人 也能够发现 叫更多人可以得到你的救温 求天父继续地连续我们 保护我们 脱离这个灾难 若是可以 求天父叫这个灾难 赶快离开我们 将能恢复 正常的生活 好好地享受你 赐给我们的平安 享受你 赐给我们的健康 求天父继续地保守我们 我把我们的生命 生活都交在你手中 带着神赐给我们的能力 信心 教你的道理 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运行 在行为上面表现出来 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 记得带着这个